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英国的悬疑惊悚片《鬼物诗》 影片一开场 林梅施正在台上忽悠观众 说跟龙套婶死去的儿子联系场 而且说的有鼻子有痒 把龙套婶激动得是泪流满面画着乱颤 而就在这个时候 作为电视台通灵作弊的主持人胡子叔突然出现 胡子叔说这孙子就是一骗子 他事先让助手搜集你们信息 然后再装模作样的说自己跟死者联系上 你们可不能再上这孙子的套 这胡子叔是个无神论者 在他看来什么怪力乱神啊 全是胡友人 他主要的工作就是揭露并在电视台 曝光那些所谓灵媒师的偏人行为 胡子叔之所以能干这一行 主要是受了前辈张大爷的影响 这张大爷不仅是位医生 也是一位无神论者 在揭露装身弄鬼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胡子叔一直想跟自己的前辈张大爷见一遍 但遗憾的是 这张大爷很多年前的某一天 突然就人间正发 活不见人死不见时 转过天 胡子叔收到了一份快递 他打开一看呢 发现居然是失踪了多年的张大爷进来 张大爷在录音里说 老弟我时间不多了 你赶快过来一趟 我有要事相伤 胡子叔一听就是大吃一惊的 急忙开着车就过去 这位张大爷这些年好像混得不怎么样 而且气色也不大 风诛残年 眼瞅着叫我完 胡子叔说 别人都说你已经领了盒饭了 您老子没有出现了 张大爷说甭嫌扯 咱还是书归正传 张大爷说着拿出了一份资料 说这三个案子已经打破了我无神论的观念 如果你不怕死的话 可以去查查案 胡子叔走出张大爷家之后 默然挥手 突然看到屋里还有一个人 把这哥们吓了一跳 他坐在海边愣食的时候 看到三个倒霉孩子 让他玩了一只死鸟 这个时候 一个孙老蛋悄悄地摸到了他的脚边 转场之后 胡子叔找到了第一个案子的当事人王大白 这王大白混得挺落伍的 也没有个正经工作 估计老婆多年前因为癌症领了 她跟别的女人生的女儿 也不幸得了B所综合症 躺在床上不能动 王大白说 我守夜在那种大楼 据说过去是个女子精神病院 大概在凌晨3点45分的时候 我正在津津有味地听着 收音机里的情感上线 屋里突然就停了电 我过去一看呢 发现店员插头掉 而且旁边的机器盖上 还有几道抓痕 当我拿着手电筒 正在瞎悬磨的时候 诡异的一幕出现 我这人别的有点没有 就是胆子大 邻居们都叫我黄的 年轻那会 夜宿棺材铺 独闯示威店 那都是家常面板 对我来说 什么鬼样事啊 全是封建民心 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我这边刚一进屋 就被人把门给锁上 而就在这个时候 屋里突然就冒出了 一个穿黄裙子的小萝莉 当时就把我吓屁 而且这小萝莉 一边喊着我爹地 一边还把手插在了我的嘴里 吓得我是浑尘僵硬 动作不敢动 采访完王大白 胡子叔又来到 第二个案子 亲历着小白脸的家 胡子叔一进屋 就觉得不对劲 发现这厨房里的 水龙头流着水 而小白脸的爹妈 跟垫杆似的 站在那是一动不动 这个时候 一张照片 引起了他的注意 照片上那两个倒霉孩子 他曾经在海边见过 来到小白脸的房间 胡子叔发现 墙上贴满了 七七怪怪的画 胡子叔说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小白脸说 自打经历的那件事 我就开始研究这玩意 随着小白脸的讲述 镜头转向了 一条黑灯瞎火的 乡间小路 这小白脸啊 不仅考试挂了 柯不敢跟爹妈说 而且还无整驾驶 偷偷开着家里的车 去参加拍对 当这哥们正开着车 回家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 他爹妈打开电话 他爹地在电话里 是怒不可遏 说你这个小骗子 我才发现 你根本就没考上大学 而且假期的工作 也没着陆 假校的柯木塞 也没过 还整天的给我惹祸 屁股后绑着 三天猴 你这是要登月球啊 由于这信号不太好 两人说着说着 手机就掉了气 在三点四十五分左右的时候 这小白脸的车 突然就撞到了一只白猫怪 这下可把小白脸给吓坏了 他一看四下里 无人开着车 仨子就溜了 可还没跑出多远 汽车突然就断了电 然后白猫怪就出现了 小白脸一看大事不好 撅着定就往小树那里哭 当这哥们正倒气的时候 树腰一个老树盘 就把他弄晕了 为了验证小白脸所说的话 胡子厨开着车 来到了出事的路段 可他进去询问了一圈 什么也没发现 当他返回的时候 突然看到另一个自己 正坐在车里 而且从脸色上来看 似乎马上就要两个盘 随后胡子厨又找到了 第三起案子的主人公优一叔 优一叔说 我老婆是个工作狂啊 我们刚结婚那会儿 我就想要孩子 可我老婆说了 在他成为律师事务所的 合伙人之前绝不肯 当他成为合伙人的时候 已经四十岁 虽然年龄有点偏大 但通过人工受精 最后还是怀上 在他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身体出现了一个状况 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 我就把他送到了医院 在凌晨的三点四十五分 我刚准备拿起 为孩子准备的娃娃 几块尿不湿突然成了精 然后更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晚上我在沙发上打盹的时候 突然从楼上传来了动静 我这边刚来到楼上 我那位还在医院的老婆 突然呲牙咧嘴地杀到 当时就把我吓尿了 这个时候医院突然打了电话 我马上就医师了 我老婆已经叫二块票了 优育叔说着 突然砰的一箱就自杀了 胡子叔一看闹出了人命 当时就懵圈了 急忙开着车就算了 转场之后 胡子叔来到了张大爷的住处 说你这三个案子 我都查起了 那三个笨蛋全是精神错了 什么鬼的事 都是瞎扯蛋 张大爷说扯蛋不扯蛋 你说了不算了 真相就摆在你面前 你也看不见 两人正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张大爷突然摇身一变 优育叔再一次出现 胡子叔和俗哥一看见 脑子当时就断 优育叔说 我给你看点东西 随着优育叔的手一滑腊 出现了一道门 优育叔说老弟别愣着 进来 转场之后 两人沿着铁道向前走 优育叔说 我知道你跟观众一样 现在都是满脑子的光 下面揭秘的时间到 随后优育叔把胡子叔 带到了一个下水道的入口 故地重游 胡子叔终于打开了 陈锋多年的记忆 原来胡子叔上学的时候 由于性格懦弱 经常受同学们的击 当两个不良少年 正拿他寻开心的时候 脑子短路的智障地出现了 毛蛋哥说 你要是想加入我们的帮派 就必须到下水道里 找到第十个书 智障地一听 能加入帮派可高兴快 拿着手电筒就进 可这下水道里 根本就没有第十个书 胡子叔虽然知道这件事 但因为害怕 也没敢跟智障地说 这智障地因为有哮喘 进去没多久就死在里边 毛蛋哥和隋友一看 大事不好仨子就跑 胡子叔由于害怕 不仅没报警 也没敢跟别人说 这件事成了胡子叔 最大的心结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 这个阴影始终是挥之不去 忧郁叔说 其实你一直想摆脱 内心的恐惧 但你又不能为力 忧郁叔这边前脚刚走 智障地突然出现了 胡子叔说 哥们实在是抱歉 当年我就是个怂蛋 也没法办 这个时候 智障地突然拽下了 胡子叔的外套 露出了里边病号服 随后目不被智障地 给拉开了 真相浮出了水面 原来自打老婆 男产死了之后 这胡子叔是生无可恋 便决定再彻底刺杀 但由于被人 及时发现没死伤 虽然保住了命 但却得了闭锁综合症 除了眼睛会动 哪都不会动 而之前所有的一切 全是他在昏迷中的想象 由于他的性格 懦弱优柔寡断 这位子做了太多 错误的决定 因此想在自己 编织的故事中 得到救赎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 唐诗压经吗 人生难免有遗憾 只能努力去外战 百折不挠向前冲 未来才能更灿烂